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 除了日常举办后站文化导览及平等体验外 也积极寻求文创业者合作创造老街新亮点 自上个月老街快炒店店面顶让后 进驻的食让食堂 以老屋鼓舞与爵士音乐餐饮的氛围 带来不一样的观光活化 我们食让食堂上个月搬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那我们大概我们现在已经营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我们的特色其实是比较偏向鼓舞 呈现给大家的一个氛围 那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做一些调酒 那喜欢喝点调酒微醺的朋友 晚上都可以到这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 那我们会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会不定期的安排一些音乐的一些表演 来到食堂可见到旧食橱柜 菱形玻璃窗花等复古元素 一一压压的拉门更是厨房上菜前的小惊喜 除了有当天现做的红绿咖喱鸡腿饭等减餐 特色的建层奶茶更是打卡必备 营业时间自中午12点至晚间10点 夜间提供的浪漫调酒 周末时的萨克斯丰等7月演出 疏解工作上的紧绷 店内的画作皆出自老板娘之手 而控出来的老橱柜 则预计与文创品牌合作展示 让经营更多可能性 因为我们瑞芳老街开发的比较慢 没有说一般的商业气息 如果说像这种有文创的店家 能够继续在这边 相信这对我们老街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这个礼拜星期六 也是我们瑞芳市局再次的展现 我们在民众服务站创生基地 三楼有做展演空间 二楼做一些文创的摊位 我们很希望游客前来这边 来参观十浪食堂里面的户骨 跟一些朴实的一些摆设跟一些设计 真的是蛮有味道的 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至晚间六点 在老街民众服务站有干妈店市集 食堂不仅作为老街协会的借问站 供民众指引附近景点等服务 如有餐饮需求 也欢迎游客来店内参观做作 感受瑞芳老街与众不同的商业新气象 记者3号我瑞芳采访报导